嗨!大家好! 咳咳咳 卡塔 大家好!我是Kimi-chan 我先給大家幾秒鐘的時間 你們喜歡的聲音是什麼樣子呢? 是低層嗓音 還是高亢的嗓音呢? 每一個人心中應該都有喜歡的聲優 自己是非常喜歡整骨耗時的聲音 如果要說聲音好聽的男藝人的話 第一個想到的人 會是 甘乃迪克 康伯敗區 就是我們的奇異博士 如果我太累了 就只睡覺 或是睡覺 他的聲音真的非常好聽 那時候去電影院看啊 然後整個杜比環繞音響嘛 那那個聲音這個 就是吸在腦海裡 我們平常呢 其實不太會特別去注意某一個人的聲音 除非你聽到了有中你的頻率的 有一個日本的時尚流行網站 叫Mato Press 應該是這樣唸吧 那他請了大概有一萬個人來投票 你們覺得擁有帥氣嗓音的男明星是哪些呢? 總共有20名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代二十究竟是誰呢? 那有沒有你們心裡喜歡的那一位男藝人呢? 那我們就從 第二十名開始 二十名也只要 開始 平野只要的聲音變適度呢? 其實很高 那時候看他演的戲的時候 我就有注意到他的聲音 變適度蠻高的 有點低沉 然後有點騷瞎騷瞎騷 就是很有雌性的那種騷瞎感 平野只要他在5月22號的時候 退出了團體 雖然呢他外表帥氣 又擁有騷瞎感的嗓音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天然呆 那也祝福平野他未來演藝錄順利 是有一些據說的消息 是他會簽給韓國的演藝公司 但都是據說而已 還沒有被證實 那我們看第十九名 第十九名 金田劍刺郎 天哪超好聽 金田劍呢他是生優也是演員 他配音的角色呢非常多 像是海馬賴人 做數迴戰的Nanami 或是黃金神威的尾形百資柱 金田劍也是演出了還蠻多的作品 今年的逆轉交響樂團 跟Nastman 都可以看到金田的演出喔 那金田賞音呢 我其實非常喜歡 他應該是我覺得 聲音最性感的日本明星 目前啦 然後他又長很帥 而且已經 我十一歲了喔 還這麼帥 那我們看第十八名 十八名 與納成獎 好看 裏側 ちょっとこれ見よ 懐かしいもん 3 2 もう懐かしいもん おまめれん はい 完食 綺麗に完食です ちょっと朝ご飯を食べても お腹がパンパンなので ちょっと休憩しようかな こっちか ステイ ステイ 寅大成獎 你們認識嗎 我是這次呢 在搜集資料的時候 才認識到這位明星的 他是男子團體 Joan隊長 他是參加過 Huaduse 101 Japan 獲得第十一名 其實一開始聽 覺得有點像今天 的聲音 但是又沒有他這種低沉 介於中間 中間頻率的感覺 就是那種聽了會蠻舒服的一個聲音 那我們看第十七名 第十七名是 中島見人 中島見人 英文也很好耶 中島見人 我覺得大家應該不太陌生啦 也蠻多戲的 然後他是CZZone的成員 他會做詞作曲 然後他也演出 然後他也演出 很多的日劇 像是 他也跟平野子要合作 演出警察 他們是搭檔嘛 我對他最有印象是 他很漂亮 就是韓劇改編的作品 他很漂亮裡面的主角 然後很帥 又有一點傲嬌傲嬌的 中島見人的聲音 有一種 貴族感 尤其說起英文的時候 更有那種感覺 第十六名是 秋元第九 秋元第九 她的聲音 跟 雨納成獎 有一點像 她在比雨納成獎 音調再高一點 秋元第九 他也是同心出生的 大家對她最有印象 大家對她最有印象 應該是 是美丽的他 他這部是第二樓劇嘛 今年也有在台灣上映美丽的他的電影版 那他跟那個另外一位主演叫 欸?另外一位主演叫什麼 那個很帥了 他們兩個人氣啊也是 一生的非常高的知名度 那美丽的他在日本票房非常好 上映10天就獲得了2.2億日圓的成績 那我們看第15名 丁田企泰 那丁田是我非常不陌生的一個明星啊 畢竟他是我的愛人之一 我覺得他也算是辨識度還蠻高的 他就是屬於低沉裡面 然後又帶點雙浪的聲音 有的人聲音就是會比較高嘛 但他也沒有說很高亢 他是偏比較低沉 但是他低沉呢又不是那種 像平野紫耀啊或是京田書 他那種超低沉的聲音 有在看這劇應該不陌生啦 他是劇團EXILE的成員 2022年12月25號結婚了 自從演出了魔法師以後啊 生下水長船高 就是人氣咻 直劍攀升 近幾年呢演出相當多的作品 好第14名 北村降海 北村降海聲音真的很適合去配音 那北村降海也是多才多藝的人 他是帝許的主唱 他也是同性出身的 讓他提升知名度的是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很偏偏美波演的 聽起來有點恐怖的電影名字 但是呢 他是一個很感人的電影 那他也是因為這部劇呢 獲得了新人獎 13名 殷景翔 殷景翔呢 他的聲音其實 還蠻年輕的 呵呵呵 我不是還說他很老還是怎麼樣 就是他的聲音是那種還蠻年輕 但是又帶臉成熟 殷景翔呢就是藍的成員嘛 然後他也是主播 他又是高材生 推理要在晚餐後 家族遊戲 都是他的代表作 那我們來看第12名 天秋王子 玉木宏 沒錯 玉木宏的聲音呢也是很有詞性 那他也是那種很成熟 是比較低沉 跟金田書有一點像 但是玉木宏呢 又多了一點點那種 清爽的感覺 你們可以去看幾道主夫 他是一個黑道 他金粉洗手當家庭主夫 很會做家事啊 很會料理啊 就是跟他外表胸盒的樣子相差很大 是有反插萌 所以問你們喜歡這種題材的可以去看一下 今年呢9月29呢 在日本上映的沉默的艦隊 也可以看到他的演出喔 那我們看一下第11名 第11名是 金氏龍二 金氏龍二呢 他是三代木 Jesor Boris的成員 然後他也有出自己的單曲 那金氏龍二的聲音跟玉木宏的有點像 但是他沒有玉木宏的這麼低沉 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半囉 第10名是 橫冰流星 很帥喔 那米流星呢 他的聲音也很適合去配音耶 他跟那個誰的聲音有點像 對 春降海的聲音有點像 都是那種可以去演那個 美少女漫畫的男主角的感覺 他是特色劇出身的 演出特輯四號 那特輯一號呢 是自尊蠢喔 那我們來看地球名 浮山雅治 是 很成熟的那種聲音 那浮山雅治呢 他1988年是做為演員出道 然後1990年是做為歌手出道 為許多廣告電視劇演唱 2014年擔任台灣的觀光大使 那一年也有來台灣開演唱會 他就是能演能唱 今年這季有浮山雅治的作品 就是Lest Man 然後有人說浮山雅治這個老了 人家都幾歲了 不可以勞過人家 而且人為什麼不能老啊 那我們看第八名 松下光平 喔我現在還知道啊 松下光平呢 他其實有出過歌耶 他的外表呢 跟他的年齡不符 他其實已經36歲了 然後他2008年就當歌手 2019年呢 因為飛鴻呢 知名度上升 2021年呢 才開始重啟他的歌手夢 出歌啊等等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七名 第七名是登板廣城 登板廣城的聲音也是很低沉 然後有磁性的那種聲音 那登板廣城呢 他跟我們剛剛提到的金氏龍二呢 他們是同一個團體的 都是三代目J.Zo Boris的成員 然後他也曾經為柯南幹青之泉唱過主題曲 那他的那個主題曲呢 就是有點拉丁風的感覺 你們可以去聽聽看 覺得很好聽 那我們看第六名 第六名是 神公寺永泰 神公寺永泰呢 他的聲音語調啊 跟前面幾位啊 就明顯的不太一樣 他就是那種青春 比較爽朗 清爽 沙拉 沙拉感 音頻比較高一點 跟前面比較低沉 的其他明星是不一樣的 然後感覺很適合去配音那種 青春校園的學生 暗戀的隔壁班的同學 那我們來看第五名 第五名是 剛結婚的中村輪野 中村輪野的聲音呢 也是有貴族感耶 跟剛剛那個 中島見人一樣 他有為阿拉丁政論版配音 今年七月 准消防隊會上映喔 第四名是 松村北斗 前六名 現在六五四 的聲音 他們都有一些相似處耶 你們有發現嗎 那松村北斗呢 音調比較高 可以配音那種 校園男學生的感覺 松村北斗呢 是Sis Tones 是這樣唸嗎 如果唸錯的話 只贈我一下 的成員 2020年1月22出道的 那他七月呢 有一部 敲響密室之門 會上映 其實他的粉絲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來看前三名囉 我們來看第三名 究竟是誰呢 第三名是 慈其禮人 這聲音很可以耶 呵呵呵 這聲音很可以耶 呵呵呵 他就是 喔他的聲音很 就是很性感耶 呵呵 他也是屬於那種低音炮 低層嗓音 感覺蠻適合演那種 很帥氣的大魔王的感覺 可以可以 那慈其禮人是誰呢 慈其禮人呢 他2021年6月13號 Produce 101 Japan 第二季 以第九名的 身份出道的 那很期待呢 他日後的表現喔 我已經記住這個明星了 慈其禮人賞嘛 慈其賞 慈其賞 慈其賞你的聲音好聽喔 那我們來看 第二名是誰呢 我只能說 前兩名呢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星啦 第二名是 佐藤健 佐藤健的聲音啦 本來就很好聽 那就是初戀的感覺耶 成熟男人的聲音啊 那佐藤健呢 他在3月27號呢 剛好生日那一天 他有來台灣 然後 他睽違三年來台灣的 就是要拍 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茶巡味 大家可以去買來喝喝看 他一共有兩種口味 好 我們來看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是誰 竟然能夠從 這麼大咖的明星之中 脫穎而出呢 我們來看 第一名是 永賴蓮 大家好 我是長谷蓮 這個劇集中 就是 大集結 然後 地力和武力 早朝目指 大暴力 我演出的主人公 織田信長 到第六名開始 有幾位的聲音 有相同處耶 永賴蓮嘛 然後剛剛有說到的 中春北島 中春倫野 神公寺永太 他們聲音其實 都有相像的地方 那永賴蓮的聲音 就是那種很乾淨 很舒服的嗓音 他其實也是高材生 他是明治大學畢業的 他有擔任過 哆啦A夢 天空烏陀幫的配音員 那個角色叫索尼亞 其實今天介紹 這幾位都是 還蠻適合去配音的啊 只是要看那個角色 有沒有符合你的聲音 聲音其實一直都很重要 聲音也是一部劇的靈魂 那今天介紹幾位呢 有讓你很意外的嗎 還是說 你本來就很喜歡他的聲音 然後他上版一點都不意外 你們可以在留言下 告訴我 分享讓我知道 我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平野紫耀啊 他的聲音啊 是真的很好聽 然後永賴蓮啊 第一名完全不意外 然後就有人說 怎麼會沒有高橋一聲 欸 我也是高橋粉欸 對啊 高橋一聲 然後有人覺得 欸 忻田劍次郎 他怎麼會這麼後面呢 對不對 然後有人也喜歡 主演內風的聲音 然後 流星聲音超好聽 要高亢有活力 低沉性感都沒問題 秋元麗久的低音神秘 少年音可愛 然後三代目的主唱都上了 對 不愧是當主唱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喜歡那種 少年感的聲音欸 那其實名單裡面 不是說我非常喜歡 慈其里人 跟驚田劍次郎 這兩位呢 應該是我 今天的第一名 他們可以並列為第一名 我喜歡的聲音呢 其實就是他們兩位的聲音 覺得相當的好聽 那你們喜歡哪一種聲音呢 那不管呢 你喜歡少年感 少年可愛感 或者是 成熟穩重感 不管哪個聲音 都對我們觀眾而言呢 看的舒服 聽的也舒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 Kimi-chan 希望你們明天有個美好的一天